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请先开经本第三十三页 经文从第四行看起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奉行六菠萝米 坚固不退 佛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灵寿忠实 我与诸菩萨众 迎献其前 仅须于间 即生我差 作阿维悦志菩萨 不得是愿 不取正觉 看这一段愿文 这里面 第十九 文明发心愿 上一堂课 学习过了 接下来 接下来 是第二十 临终皆隐愿 这个两愿 是连在一起的 文明发菩提心 一心念佛 昼夜不断 然后 才有了 临终皆隐 这个果报 临命中时 我们现在 还无法想象 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能想吗 不敢想 很多人 害怕去想 怕这一想 就要死掉了 所以 一般人 对于死亡 是恐惧的 为什么会恐惧呢 不了解 因为不了解 所以才害怕 那么学佛呢 一开始 佛法就 直接了当 告诉我们 死亡 这一桩事情 它不可怕 让我们去了解它 学会面对它 这叫 了生 托死 最终 把死亡 这个观念 给打破 但对我们 现在 还没有经历过 死亡的人来讲 似乎 这有点为难 我们还是会 弄不清楚 这灵兽 忠实 到底是什么 情景 首先 一般人 灵兽 忠的时候 就按正常情况 来讲 不出意外 兽 兽 正寝 其实这样的人 已经不多了 我们现在讲 兽 兽 正寝 以为就是人死而已 兽 兽 正寝 是好死 死得很好 什么叫正寝 你平常睡觉 那个床 你就睡在那里 睡着睡着 就走了 这叫正寝 你看现在 还听过这样的人吗 现在多半都是 在医院 那个床上 重病而去的 还有相当一部分 意外死亡的 连躺在床上的机会 都没有 你看我们这一生 什么事情都提前准备 晚上来听经 衣服穿漂亮一点 出去上班 打扮时髦一点 出去旅行 衣服多戴几样 有的换 那体面的场所 我们还 还要 专门找化妆师 来给自己整一整 都有这个可能 唯独 面对死亡 我们从来没准备过 所以 死的时候 那真叫可怜 任凭人 怎么摆布 学佛人呢 首先要弄清楚 这个事情 有什么事情 比这个更重要呢 争来争去 是非人我 名利得失 一样也带不去 该我们面对的事情 我们却从来没有考虑过 所以 佛说这众生颠倒啊 这一辈子不知道 在忙什么 生从何来 死向何去 不知道 那死就死了 连死这回事 都没弄清楚 那叫糊里糊涂死去 这个事情 是天大的事情 甚至比天还要大 为什么呢 天大的事情 有天大的人去管 但是死亡的事情 管得了天的人 却管不了我们自己 该怎么死 就好比皇帝 他可以管整个国家 他管不了他自己 怎么死 他做不了主 头等大事啊 所以古人说 世间大事 唯生事 没有比这个事情 更重要 很多人不了解 佛法学习的重点 认为佛法 能帮我们追求到 外在的很多东西 实际上 那是一种方便 追求到了又如何呢 最终一样也带不走 也就是成为世界首富 贵为天子 最后走的时候 跟那个要饭的是没两样的 生死面前 大家平等 但是 面对死亡的态度 可不一样了 所以修行人 他为什么能够越来越坦然 他最大的事情 慢慢弄清楚了 就是一般人说的 连死都不怕的人 他还要怕什么 所以他无所畏惧 他在生活中得自在 一般人讲 大不了一死 一般人讲这个话 是吓吓自己的 也吓吓别人 真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凡夫这一种恐惧 习惯 马上就起作用 不了解 死亡的真相 畏惧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得先说说 这个死是怎么回事 临死 什么叫临死 临命中 临寿终就是临死 面临死亡的时候 是什么状态 就按刚才说的 寿终正寝 一般人正常死亡 躺在床上 他会跟你说 那个某某人来看我了 旁边听到这个话的人 不对了 怎么说胡话呢 那个人已经死了 没有啊 我就看到他过来看我了 家里有老人出现这个情景 要注意了 那是 临终前的一些景象 你说那是幻觉吧 没错 就是幻觉 大家现在看到我 也是幻觉 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是幻觉 你不要以为 有什么是真的 所以很多人说 那是他的幻觉 你看到他不是幻觉吗 想想昨天以前的事情 是不是幻觉 我们认为的幻觉 是神经出了问题 神经错乱 产生的这样一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 呈现出来的现象 佛法中讲的幻觉 是一切现象 皆属虚幻 没有什么现象 不是虚幻 而我们 错把这些幻象当真 这就叫幻觉 回想一下吧 昨天以前的所有遭遇 那像不像是一场梦 我历历在目 清清楚楚 没错 那就叫幻觉 到现在还任意为真 那就是颠倒 你还能得到它吗 你还能把昨天拉回来吗 它留下来的 就是一个空洞的记忆 苍白的画面 在大脑中回放 你说跟那个 发神经的人 出现的所谓幻觉 有什么两样呢 将死之人 他会看到 已经过世的人 出现在他生活中 可能大白天都会看到 你不要觉得奇怪 如果他跟你讲这个话 你心里要有数了 做好准备 那现在我们学佛了 知道要劝他念佛 一般人没有了解佛法 就以为啊 他发神经了 但是这个神经 不是一般的神经 他会看到 过世的人 出现在他生活中 这还算好的哦 是人出现在他生活中 不过是过世而已 还有更不好的 会有牛头马面 出现在他的面前 牛头和马面 大家听过啊 有没有见过啊 那个阎罗殿里 有 到九花山去看了 阎罗殿 十殿阎王 有些地方 还有城隍庙 门口 有两个招待 就是牛头和马面 负责迎接 这两位手上拿着一个招牌 一般是这么写的 你又来了 另外一个说 就在等你 跟我们是老朋友了 生生世世 在轮回中 就是他们 在招待我们去轮回 如果是牛头马面出现 那惨了 那要到阴朝地府去了 那可不是在做梦哦 那是真的要去面对了 这是感觉上出现的 还有其他很多 经上说了 一般人要死的时候 各有迎人 什么意思啊 随个人不同的业力 你会看到不同的情景 假如善业很强 要升天的 他就看到诸天童子 或者仙女 宰歌宰舞 在欢迎他 天人来迎接 如果是多恶道的呢 就是刚才说的 会有恶道的情景出现 就像前面说的张善和一样 牛头人 地狱境界出现 如果是投胎做人 他会看到下辈子的父母 感觉特别亲切 这是灵命忠实的情景啊 在生理上呢 就是这个身体上 感受是越来越明显 四大分离 什么叫四大分离啊 组成我们这个身体 最基本的四种元素 开始慢慢分加 慢慢肢解 破碎 不起作用 地水火风 地大 骨头啊 坚硬的部分啊 这都属于地大 水大呢 流动的部分 血液 口水 身体里面流动的部分 水大 火大呢 温度 体温 风大呢 气息 呼吸啊 这四大开始 慢慢的不起作用 呼吸越来越困难 温度呢 起伏不定 然后这血液呢 也开始慢慢的 慢慢的流不动了 心脏供血不足了 地大呢 就是我们这个筋骨啊 它开始僵硬了 它不听使欢了 综合这些情景 表现在一个临终人的身上 就是 睁开眼睛 想看东西 眼睛睁不开 勉强睁开 看不清 你这某某人 谁啊 平常在身边的人 认不清了 耳朵想听声音 听不仔细了 自己喜欢的东西 想去拿 拿不到了 这情景是真实的 你看那个病重 病危 即将断气的人 是不是这样 四大分离 苦不堪言 苦不堪言 不是随便说的 那个苦 就像一层皮被剥下来一样 所以为什么要学佛 要念佛 你不了解这个事情 你不知道死亡有多痛苦 要面对的时候 难以想象 不可言语 这是身体上的苦 加上前面 简单说的 心理上的苦 这身心 备受煎熬 所以一般人死了之后 那身体马上就僵硬 有很多人说 死了不就僵硬吗 修行人 断气之后很长时间 那身体还是柔软的 甚至于 他这个肉身 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 他能够停留好多年 几年 几十年 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有很多人说 这怎么解释呢 很简单 他这个身体 对他来讲 就是个工具 而我们呢 不这么认为 我们认为 这身体就是自己 我自己死掉了 因此产生了恐惧 这就是认识不到 生命的真相 才产生这样的痛苦 那么现在呢 说念佛人 灵受忠实 不用怕 诸位 念佛不念佛都不要怕 但是不念佛呢 怕的几率高一些 不念佛不知道要念什么 就是念恐怖了 念念恐怖 所以还是要念佛 已经念佛的同修啊 千万不要怕 不管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要怕 我们平常念的佛 这个时候 要提起来 要有大信心 各位念佛的老同修 要千万记住 到这个时候 我们只有靠阿弥陀佛了 怎么靠呢 我们的信愿 去靠阿弥陀佛 弥陀有悦 临终皆引 我们自己得信得过 深信不疑 一点都不要害怕 很重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时候怕了呢 怕了赶紧念佛 把那个怕的念头打消掉 一直怕呢 一直怕 往生不了 这一点要说清楚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心与佛不相应 实际上呢 之所以会一直怕 就是对佛的信心 不够的缘故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种 恐惧心理 信心坚定 何需要害怕呢 还是舍不得 这个身体 才会害怕 你要想 我这衣服穿了几十年 穿旧了 今天终于轮到 换新衣服了 高兴还来不及 哪里会害怕呢 现在就要养成这个习惯 你不要等到最后一口气 来不及了 我们最后那一口气 那个力量 就被平常的业力牵引了 现在就要培养这个习惯 晚上睡觉 你就观想 阿弥陀佛来接我了 这身体 该换换了 你看看 都长成什么样了 都被我们折腾成什么样了 还一天到晚 东抹西抹的 还觉得它 还像什么金枝玉叶一样 我们对这个身体的贪恋 会导致我们最终舍不得离开 乃至死了之后 民间传说有守屎鬼 僵尸 是有这么回事 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这个众生 他死死的执着 这身体就是他 死了之后他也不离开 都那个样子了 他还不离开 你看 颠倒吧 其实很可怜 所以念佛同修 现在就要培养这个习惯 这个身体 要慢慢的 把它看得平淡一些 非常关键 对阿弥陀佛要有十足的信心 佛一定会来接 你看这里佛发愿 我与诸菩萨众 我就是阿弥陀佛 诸菩萨呢 哪些菩萨呢 大家看到这个临终皆隐的画面 看的时候仔细看 印象深一点 晚上睡觉前就这么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与诸菩萨 来到我的 面前 观想啊 给我莲花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不行不行 明天还有什么事情 不要想啊 反正今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养成习惯啊 慢慢的 不知不觉 就很放松 每天晚上 这样去观想 养成这个习惯 佛一定会来接 佛来的时候呢 与诸菩萨 这些菩萨中 首先有观世音菩萨 和大世智菩萨 西方三圣 一定会来的 大家看到这个往生的画面啊 这个画面 是根据 《观无量寿佛经》 《上品上生章》 所绘制的 它的圆形图案 是善导大师 亲手绘制的 善导大师 阿弥陀佛 画身的 他亲手绘制的 善导大师会画画 而且善导大师 艺术水平 非常之高 很多人不知道 你去看 洛阳的龙门大佛 那尊卢舍纳大佛 就是善导大师 主持 开拙的 武则天 捐了两万罐 化妆的钱 腌织粉的钱 请善导大师 亲自主持 雕刻了这一尊大佛 你看 那相貌经典 完美 传神 这个西方变相图 阿弥陀佛来接引的 这个画面 也是善导大师 亲手绘制的 那么到现在呢 多少有了一点加工 阿弥陀佛 远远放光 射受这个 念佛人 佛来接引的时候 先放光 探照灯照一下 这个念佛人在哪里 一下就找到了 观世音菩萨 亲手捧着金刚台 第一时间 来到这个念佛人面前 你看看 跑在最前面的那个菩萨 半跪着 捧着金刚台 那是观世音菩萨 紧接着后面 还有一个菩萨 叉手合掌 那是大师智菩萨 这两位菩萨 跑在最前面来接 多温馨啊 那是我们家里的兄长 观世音菩萨 和大师智菩萨 是念佛人的兄长 是我们大哥二哥 听明白了 这个意思啊 我们称弥陀大慈父啊 就天天等着接众生 来接我们的时候 这两位菩萨 走在最前面 为什么呢 迫不及待呀 你终于肯来了 在轮回中流浪 这么久的时间 终于出来了 这个情景 我们多想一想 这世界还有什么 值得计较的 观世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是念佛人 最好的朋友 这也是观经上 佛亲口说的 观世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为其圣游 就是一个真念佛人 观世音菩萨 和大师智菩萨 把他看作同类 不用担心 自己寂寞 真念佛人 心要往佛菩萨 这一边去想 这两位菩萨肯定跟着来 剩下还有很多菩萨 那些菩萨 都是生生世世 跟我们有缘的众生 先一步到了极乐世界 现在看到 我们那个某某人 现在也肯来了 一起去接他 所以这些菩萨 统统一到 随佛来接 每个念佛人往生 都是这样 没有选择到 阿弥陀佛都亲自来接 诸位 我们这辈子到哪里 还有这样的待遇 你到哪个国家 国家元首出来接你 在文武百官 来跟你举行欢迎仪式 除非做了国家总统 元首 但是这是属于外交礼仪 是不是真心欢迎 那另外一回事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对任何一个念佛往生的众生 都是这样 亲自来接 单从这一点 诸位想想 我们还有什么需要计较 佛来的时候 这一放光 念佛人 所有的障碍都消除了 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就是在此之前 不要忘记念佛 信心坚定 不要怀疑 保持胜利 佛来接的时候 周围一切藏员 全部不起作用 现在很流行什么 冤家寨主来干扰 谁是冤家寨主 你那个怀疑心是冤家寨主 那个要往生 又不想往生的心 才是最大的冤家寨主 老想别人是冤家寨主的 那个想法 是我们的冤家寨主 总之令 就是那个念头 在不断地去复制 所谓的冤家寨主 阿弥陀佛不想 天天想什么冤家寨主 冤家寨主 哪那么多冤家寨主 你老这么想 他就来了 因为你想他 不要想这些事情 想什么呢 想佛 想阿弥陀佛 你就专注的一门心思 想阿弥陀佛 那说那那 这些冤家寨主真的来呢 你看又又来了 我们这一想他就来了 你想他就来了 你不想那就没这回事了 有人说那不是的 客观上是有一些藏员的 听明白了 你不想他就不起作用了 你就一门心思想阿弥陀佛 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 我们信不过佛 那我不我不用管了 不用管 你就想佛 我们就这样 一门心思想佛 纵然有一些 无形中的干扰 有些众生来捣乱来障碍 过去结的恶缘 现在来干扰 护法神会把这个关系协调好 你都不用担心 这不是我们念佛人该想的事情 现在念佛法门念着念着 变成什么超度冤家寨主的法门 越念冤家寨主越多 还说要把冤家寨主全部超度了 你才能往生 你真有这本事啊 你知道冤家寨主有多少吗 这个地球 加上另外一个星球 全世界 我们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结的恶缘 算都算不过来 你超度了一批 还有一批 这是说 假如你有能力 更何况 你有能力吗 你不要听某人说 他有能力超度 他连自己都不一定能超度得了 超度冤家寨主 佛法中给我们明确的说 所谓的冤家就是我们的烦恼 那现在我们流行的这些冤家寨主的说法 实际上来自于民间 你不信翻翻经上找 你看哪不经上这样讲 佛法呢 随顺大众 结个方便缘 然后你说他冤家寨主 也都来吧 来听听佛法 岂不挺好 但是我们心态要端正 那些所谓的冤家寨主 是我们过去跟他结下不善姻缘 要说冤家 我们才是冤家 我们先对人家不好 现在回过来倒打一扒 说人家是冤家 所以这个概念要弄清楚 真正念佛人 心里面不要再有所谓冤家寨主 这个想法 除了想佛 还是想佛 一切有缘众生 我愿与他们同生极乐国 来了好啊 都跟我一起念佛吧 你说他干扰我 谁干扰你啊 自己心不乱的话 就是自在天魔都不能干扰 我们是自己心先乱掉了 不要学到最后变成外道啊 佛法里面讲的魔 真正的魔 就是我们的心 心迷那就是魔 除此之外 外面没有所谓魔 你看楞严经上讲魔 讲什么呢 五十种阴魔 什么叫阴魔啊 五阴是魔啊 色受想行识 每一类讲了十条 合起来叫五十种阴魔 就是我们感觉到的 种种干扰的现象 实际上全是我们的身心 所投射出去的 那个根本的魔 大魔头 就是我们那个烦恼 那个妄想心 这是佛法 为我们说的彻底的真相 学佛同修要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重心放在哪里啊 念佛上 专注念佛 深信不疑 佛与诸大菩萨 前来接引 佛这一边不用担心 你说佛会不会忘掉我 会不会错过时间 这都是小孩子想的事情 念佛人 不要去这样怀疑 就是前面说的 就是佛不来 真忘掉我了 我也要等他来 佛不来 我谁都不跟他去的 那说严乐王来 怎么办 你拼命念佛啊 记住了 假如灵命中的时候 真的 你没看到阿弥陀佛 这严乐王来了 你得赶紧拼命念佛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自己信愿不够坚定 没有敢得佛来接引 那就要轮回中见分晓 这个时候要赶紧觉悟了 既然严乐王是真的 那阿弥陀佛还假得了吗 赶紧拼命念 你这一念 严乐王就回去了 西方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就跟那张善和一样 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 见到地狱了 哇 这地狱是真的 既然地狱是真的 那佛说的极乐世界也是真的 那还犹豫什么 拼命念 这叫一心 我们现在讲一心 嘴巴讲讲的 什么叫一心啊 就是拼命 拼命念 去讲头等讲的那个心 拼了命也要抢到的这个想法 专注的念 这是灵命中的时候 念佛人 一定要记住的 心态 很重要啊 念佛同修 这不是在说着玩的了 其他的 听不听没关系 明白不明白也没事 反正还没到死 但这个事情是最后的事情了 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没弄清楚 那这辈子过去了 下辈子再说了 很重要 还有 念佛同修 你不要老指望着 临终的时候 谁来给你送往生 虽然啊 大家也都在指望 这是现实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老这么指望 因为指望靠不住 那靠谁 那靠阿弥陀佛 得全身心靠到阿弥陀佛 你来问师父 师父你来帮我送往生吧 师父说 好 回去就睡大觉了 师父答应了 把我送到极乐世界去 结果你还没去 师父先往生了 不是没有可能 假设一下 没有教我们靠其他力量 就是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发了这个大愿 就是为我们做依靠的 所以现在开始 作为念佛同修 别老想着依靠什么人来助念 那时候就不需要助念了吗 那是助念的人想的事情 自己别老想着别人来助念 你都想着别人来助念了 你干嘛不想念佛呢 你看多简单的事情 你自己直接想佛就行了 是不是啊 你还老想着 那师父怎么还没来 左等还不来 右等还不来 你这个时候不可以念佛吗 现在就开始 不要指望有任何人 来给自己助念 听明白了 帮别人助念呢 那是助念人想的事情 我们去帮他 给他做个助援 那是助念的人想的 当事人你可不要这么想 你这么想就心不在佛上 会误聊自己 很重要很重要 这是当头棒喝 一棒子把大家打醒 要不然天天在那边排号 师父我往生的时候来送我 送谁啊 我都不知道谁送我呢 我要现在就等着将来徒弟们来送我 我这辈子完了 我现在干嘛 活得好好的 自己不去下功夫 自己现在得赶紧 培养念佛的习惯 也不用担心 临命中的时候 家里面的儿女眷属 怎么样配合不配合 不要想 你还是把这些心思拉回来 好好念佛 拼了命的你 你把结果想坏一点 为什么想坏一点呢 你才会拼命啊 你想这些儿女都不信佛的 都不念佛的 平常看到我念佛都反对的 我再不拼命念 那我做不了主还得了啊 这样才会拼命你 你不要看到 现在儿女很孝顺啊 她都给我承诺了 临命中的时候 她会按我说的去做呢 她说话算数嘛 别的事情还可以冒险 这可只一次机会啊 她说话算数嘛 你自己好好想想 她这辈子对你说话算数 说话算数几次 准确的有多少 你总结一下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算数 你都不要冒这个险 这不是玩笑 所以儿女眷属也不要想 可靠不可靠是他们的事情 我靠谁呢 还是靠佛 一定要把这个注意力收回来 就是拼了命的念佛 最好 自己往生自在 往生自在又没有规定 你可以自在 他不可以自在 那自在不自在 是自己说了算的 自己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专心念佛 那就得自在了 这样的自在 你说多潇洒 并不是说 哪些人能做到 哪些人不能做到 如果这样 那就不平等了 人人可以做到 只是愿意不愿意 如果愿意 放得下 舍得开 养成念佛的习惯 现在就开始了 心里面什么事情都不计较 什么人也不要计较 走的时候 就像现在一样 这么潇洒 你看那些往生自在的人 他就是这样 天大的事情在面前 他不计较 为什么不计较呢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吗 不值得计较啊 这样想明白了 好了 往生的事情 已经决定了 这是念佛人 跟阿弥陀佛之间的事情 旁观者 都没有办法插手 这要说清楚 旁观者 旁观什么人呢 管他什么人 没有办法插手的 这是念佛人 跟阿弥陀佛之间的事情 听明白了 阿弥陀佛发的怨 就是直接了当 针对每一个众生 不需要经过第三者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都是直接联系的 你可不要想 可能阿弥陀佛跟师父比较熟 师父出面了 我就好往生了 你这么想 那把佛看成什么人 都是阿弥陀佛亲自去面对的 每一个众生 佛都亲自来接 我们还怀疑什么 还犹豫什么 还不放心什么 所以各位念佛同修 我们现在得先把这个事情 说说清楚 要不然看大家 平常阿弥陀佛也念念 心都不安 为什么不安呢 不知道能不能往生 不知道往生的时候 有没有人送 不知道家里面眷属 怎么样给自己办后事 天天在烦着几件事 于是嘴巴在念佛 心里面天天在想这些事情 在计划着 怎么去安排这些事情 你看看 佛不念了 你这些事情就是安排好了 你能保证往生吗 这就像前面举的例子一样 你天天收拾这些大包小包 你能去得了美国吗 去美国不是收拾这些东西 不是打点旁边的这些人事关系 就是你爸自己 该办的手续办好 就这么简单 你走的时候是孤身一人 哪怕有很多人跟你挥手 跟你送行 那都跟你无关 这个要弄清楚 不要错误的以为 他们是来帮我去美国的 你做梦啊 他们才不去美国的 他们都搞不清楚 你飞机飞到哪里去的 他只知道你去机场而已 唯一知道去美国的 就是自己而已 就是对念佛人来讲 唯一知道 跟阿弥陀佛去的 就是自己这颗心 这个要弄弄清楚 非常关键 现在念佛同修 都把重心放在了外边 所以念佛心都不安 没弄清楚 佛的愿多么慈悲 佛把这一切全给我们摆平了 都告诉我们 这些都不要担心了 乃至我们说的 无形的干扰 你都不用考虑 只要专心念佛 这些事情 无关紧要 《往生传》里面 有这么一个例子 一个修行人 灵命中时 念佛往生 佛来接眼 佛没有来之前 他在过去 没学佛的时候 曾经杀过一只鸡 这只鸡来讨债 活生生看到 这只鸡在门口准备来讨债 刚要靠近一步 伟陀菩萨现身 把这只鸡拦住 说法师要随佛回净土 你这个时候 不要来干扰 把他拉到一边去了 你说这不是赖账吗 这不是赖账 这叫代业往生 这只鸡不是亏了吗 不会 如果他把法师拦下了 他才亏了 他是拦下一个众生 法师去了净土 再回来 他就捡便宜了 法师把他 也劝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念佛人 你不用担心什么 冤家债主那些事情 你越想 那冤家债主 就对你干扰越重 什么缘故呢 你老想他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想佛呢 不专注念佛呢 非常非常关键 这是说当事人啊 当事人就是我们自己啊 先弄弄清楚 接下来呢 再说说 如何摆平 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把遗嘱写好 但是你不要 认为遗嘱写好了 就万事大吉了 遗嘱写好 有用吗 谁去听啊 父母亲写了遗嘱 而你多了 你看看 还不是照样吵架 家产多少 怎么分 还管你死活啊 有那么点孝心的 能按照你的意思 不反对 那算不错了 但是血呢 是自己放得下 该交代的事情 提前交代清楚 有些同修呢 还是不放心 那还是要 找个师傅啊 给我料理后事 比较可靠 万一去不了 师傅可以送我一程 你不要万一 你得一万 你必须要拼了命 去极乐世界 师傅呢 师傅这个万一 也是不靠谱的 人家说那某某师傅 很厉害的 有阿弥陀佛厉害吗 但阿弥陀佛都带不走你 你还居然相信 有比阿弥陀佛更厉害的人 这什么脑筋啊 想一想不都颠倒啊 这个愿是阿弥陀佛发的 你居然对阿弥陀佛 信心都不够 你还相信别人 你不叫颠倒啊 你有这个信心 你就去念佛了 所以这些事情 我们简单想一想 自己都会笑起来的 遗嘱写好 交代清楚 剩下的事情不用管 至于他们会不会这么做 也不要管 我都交代了 叫他们办数十 怎么还是杀生 好了 你这一想 你还要去极乐世界吗 那不就是杀也重啊 得弄清楚 那是你断气之后 你已经往生了 这跟你没关系了 听明白了 已经到极乐世界 没关系了 那这些被杀的众生呢 你承愿再来去度他们 这是后话 有些呢 还没断气呢 就看到家人开始乱折腾了 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记住了 念佛人千万记住了 就是你前面交代过了 让儿孙们这么这么做 儿孙也答应了 可是一转脸 他们又去做他们的一套 你可不要生气 记住了 千万不要生气 这个时候应该恍然大悟 原来早该放下 如果这个时候还放不下 还以为他是你的儿孙 那真糊涂到底了 那才叫冤家在主 他就是在最后要拉你一下的 如果这个时候还天真的想 师父这孩子怎么这样呢 那已经不再是你的孩子了 赶紧放下 彻底放下 干什么呢 念佛呀 还干什么啊 这个时候除了念佛 没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多简单的事情 所以一再提醒 一心念我 至心念佛 就这么简单 我们的那个脑筋 老是跑到别的地方去 儿女很孝顺 你可不要想 哇 这么孝顺的儿女 下辈子还做儿女吧 你又完了 孝顺是他们的事情 跟自己无关 这个话要听清楚了 孝顺是他们的福报 尽孝是他们的本分 跟自己真的无关啊 作为做父母的 你不要天真的以为 哇 我这孩子这么孝顺 那是来还债的 听明白了吗 你不要以为人家永远欠你的债 下辈子就没这个债好还了 就是做儿女也不再还债了 这个时候如果还不醒悟 那真是糊涂到底了 到底了 后面没了 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个事情要说说清楚 要不然念佛人 这些最重要的事情不想 天天在烦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又是今天这个人怎么看我了 前天那个人又怎么说我了 天天在烦这些事情 最后就是烦死的 不是网上的 烦死的了 你说遇到大好的佛法 冤枉不冤枉 师父们有缘遇到 灵命中的时候 结个善缘 送一程 这是外围的帮助 所谓祝念 一般祝念呢 大家也都知道它很重要 但是有比祝念更重要的 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自己的信愿之心 和念佛的习惯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后才说到助念 也当世人都弄不清楚什么重要 旁观者只能跟着起哄啊 这要弄清楚啊 助念 一般来说的 是提供一个真上缘 提起它的正念 很重要 尤其是对 平常没有遇到佛法 灵命中的时候 才遇到这个缘 给它念佛 这一种情况就叫助念 助念是帮助它提起正念 而不叫替念 不叫怠念啊 我们现在有很多 代工代驾服务 念佛还能怠念吗 不能代念 叫助念 帮助它提起正念 听清楚了 关键还在它自己本人 助念这一桩事情 印光大师呢 有详细的说明 一个人灵命中的时候 平常不念佛的人 这个时候 来直接给他助念 得先说一说 平常也念佛 但念得不怎么认真的 这一类念佛人 也要跟他慎重的说一说 如果是平常修持 很精进的念佛人 没有什么牵挂的念佛人 那大家去助念就是水洗了 譬如一些大修行人 往生 大家也知道 他有些欲知实至 这个时候大家去助念 实际上是去沾锅 人家不需要你助念 但是提供这个机会 让大家增长信心 就是那些大修行人 往生自在 欲知实至的 他提前告诉你 七天之后我要往生 有空的都来送送 实际上呢 他给个机会 让大家增长信心 看看人家走得多么自在 那一般说助念的 就是刚才说的 前面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学佛 没念佛的 一种是学了也念了 但是不怎么认真的 这个时候 助念很重要了 第一关 先要善巧开导安慰 另生正信 你看 还是让他生起信心 善巧开导安慰 这就没有一定了 你观察这个人 现在是什么情况 如果看到他 还不像马上要断气的样子 那你可以考虑多说几句 从人生的大道理 到眼前的遭遇 你都可以跟他分析一下 目的就是 放下这个世间的一切 进而为他讲 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事情是真的 生起信心 很重要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